杨茜玟 耳icional 措置 我是Talk Hong Kong的主持 había 大家可以叫我Tony 這次我會跟大家說一下 Sitcon Hong Kong 也就是香港的Sitcon 還有它的源起 首先我可以介紹一下香港開源的情報 香港現在開源的組織 就有三個 Hong Kong Creative Open Technology Association Open Source Hong Kong Hong Kong Linux User Group 現在香港主要就是有開源 香港在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六 就舉辦了一個開源活動 但是很多的參加節奏 就當了它是電宣家的新聞發佈平台 他們不了解開源的日日和精神所在 原來在香港的學生裡頭有一個 就是香港聯想電子職電腦學會 就是Hong Kong John School Electro and Computer Society 在香港的學生裡頭有一個開源活動的問題 他們認為開源跟他們沒有關係 他們對開源一直抱一個觀望的態度 因為這是一個有不可及的事情 那麼我們為了解釋 我們因為教育是一個重要的一環 香港一直沒有學生的開源組織 另一個學生電訊的組織就是非常 就是剛才我說了那個電腦association 但是很小的同學可知道 很有加入他們是非常的困難 所以一個給所有學生參加開源的組織是有需要的 我一直就這個問題跟香港開源的人一直提出 記得有一天看完香港的SemiPhone 把SemiPhone的資料給了我看 他問我怎麼想呢 我就認為SemiPhone可以給香港的學生參加開源 就覺得非常的有意義 在他的宣說下 我把SemiPhone台灣發了 然後就開啟了SemiPhone Hong Kong 就做了第一屆的主持 做了一條海防牛 希望可以播出免疫 會在教育的層面上推廣開議員 為香港的開源做出貢獻 然後現在SemiPhone Hong Kong 就跟台灣這邊保持緊密的人氣 大家互相的幫忙 SemiPhone Hong Kong雖然現在的規模非常的小 但是我們會盡力推廣學生參加開源的活動 我們今年的主題就是 Get to Know and Join the Open Source 我們希望我們一直努力地學技適合學生情度的開源活動 就希望推廣學生參加開源 還有開始開源專案的難度 然後原來我們現在有兩個主要的問題要解決 像北台灣的你們我們沒有那麼欣慰 香港的學生的學生 香港的學生的學員 香港的學生的學員 香港的學生的學員和Forei 我讀就是ECA了 見了他們非常大的時間 要他們哪一天去聯會 已經是非常好不容易了 如果還要他們來什麼 來跟別人推廣開源參加開源的聚會的話 就是非常的困難 所以這個是我們非常要傷腦筋的問題 另一個就是他們對香港 他們沒有太多的對看源還有什麼其他知識 就沒有太多的興趣去開業生 我曾經邀請了Open Source Hong Kong的三米峰 和Hong Kong Creative Open Technology Association的 Hagen-Soul 到我的學校見下開源了 可是我的同學根本沒有興趣 我跟我學校的老師談過就是說 他告訴我他已經給他們看過很多的技術 但是他們就是沒有興趣 所以要怎麼樣他們有興趣參加開源 可以明白什麼是開源是非常的重要的 要的另一個問題 之後我就希望試試看Hong Kong 可以給香港的學生一個機會 一個成為Tru Hacker的機會 一個成為Tru Hacker的機會 Tru Hong Kong會有第一次的聯會 就是在今年的六月 就是在今年的六月 就是第一次在香港舉行 就會在香港的科學員的 我把弄錯了 就是六號會議廳 就希望到時候可以看到大家的聲音 不能支持 來人支持 好了 謝謝 還有一點時間 請問有沒有問題 好 我們這邊謝謝Tony 香港當局是不是有限制你們在學習資訊方面的問題 例如說它可能會限制你說不給你軟體去寫一些城市嗎或什麼的 那我想知道香港那方面的狀況 謝謝 香港現在的狀況 柯金專門 所以現在香港的狀況 Disk人產在香港的狀況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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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你 這也是一個主題的問題在香港 他們覺得這是花費時間和沒有利益 這會影響我們的贊助和其他參與 參與參與參與 那不知道還有沒有人有問題呢 對 現在看不太到 是 好 那 那Tony 我們這邊也就差不多這樣 好 那我們就再次感謝Tony 謝謝